欢迎您来到我们的加拿大简报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杨俊 今天的新闻涵盖了多个有趣的话题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夏天就是出游的好时节 但你知道吗 皮虫可能会破坏你的假期 专家提醒大家 皮虫带来的疾病如莱姆病和皮传朗炎 可能会让你度假的心情大打折扣 做好预防措施和及时就医是关键哦 接下来我们来讨论一个敏感话题 职场中的女性在进行生育治疗时 该不该告诉老板呢 根据研究 多数女性在告知雇主后 经历了正面的反馈 这让她们在工作和治疗之间找到了平衡 最后我们带大家来到佛罗里达大沼泽地 这里不仅是自然爱好者的天堂 还是骑行者的梦幻之地 无尽的草原和丰富的野生动物 让这段旅程充满了惊喜和挑战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Challagraph 报道 夏日的美景和自然的宁静 是完美的假期背景 但皮虫可能会破坏这一切 皮虫不是昆虫 它们像蜘蛛一样有四对腿 没有翅膀或触脚 是强制其寄生虫 全球有数百种这种吸血生物 它们会传播疾病 包括莱姆病和皮肠脑炎 莱姆病由皮虫唾液腺中的细菌引起 最早在1975年 康涅狄格州的莱姆症被描述 莱姆病的特质是 扩大的红色环状皮疹 但随头痛 Hada ni kuwa se ki bu shi to utsu 发烧和不适 治疗方法是使用抗生素 虽然目前没有疫苗 但新的疫苗临床试验 已进入后期阶段 提传脑炎 是种严重的病毒性疾病 症状包括流感痒症状 发烧 头痛和心脏 一线 脑和脊髓的炎症 高风险地区 包括奥地利 德国 瑞士 瑞典等 预防皮虫叮咬的方法 包括避免高草丛和植被 穿长袖衣物和使用蛆虫剂 如果被皮虫叮咬 应立即用镊子移除并消毒伤口 The Globe and Mail的文章 探讨了在职场中 是否应该告知上司 关于生育治疗的问题 许多女性在接受生育治疗时 面临是否告知上司的困境 研究显示是 许多女性最终选择告知上司 因为她们需要支持和灵活的时间安排 大多数女性在告知后感到压力减轻 并且获得了积极的影响 对于新工作 建议先分享与工作相关的信息 随住时间推移 再逐渐透露更多细节 告知时应重申对工作的承诺 并说明如何平衡治疗和工作 如果感觉没有得到支持 可以与原理资源部门沟通 了解公司政策 如果新工作无法提供所需支持 可能需要重新考虑这份工作的适合性 The Globe and Mail还介绍了四款适合教堂的葡萄酒 包括来自托斯卡纳海岸的两款出色酒款 Urnelia是意大利著名的葡萄酒之一 其2021年份被称为Vargenres Tonkai 这款酒具有纯粹的享乐主义 和优雅的托斯卡纳风格 这款酒的酸度平衡非常重要 因为意大利人喜欢搭配食物 Bowjeri地区的葡萄酒 与其Yentti Classical地区的红酒不同 前者受海洋影响 夜晚凉爽 有助于保持葡萄的酸度 Urnelia酒庄的葡萄园 分为90个小区 每个小区根据葡萄品种和土壤类型 进行管理 这款酒在加拿大售价为275美元 此外还推荐了 Dagor Napa Valley Cabernet Sophenia 2020-21 Hentri Kinton Eiffenomiani Saint-Juhachewa Lacere Neufdalloran Leia 2020-21 这些酒款具有卓越的成年潜力 《环球邮报》报道 我们在夫罗里达大涨泽地的七行旅途中 约一个小时后到达了一个十字路口 贝壳碎片铺成的轨道一直延伸到地平线 看起来像是用巨型水平仪规划的 四周一片茫茫草海 像平静的早晨海洋一样平坦 一位同行者提到上次来这里是 有人在荒野中竖起了一面巨大的美国国旗 所以我们改变计划 向右转去寻找那面神秘的旗帜 旗行在高出沼泽几米的堤坝上 可以欣赏到佛罗里达原始的景色 这里有着无尽的草原 偶尔出现了树木和灌木丛 早晨的天空灰蒙蒙的 像是经过Instagram滤镜处理过的景象 带队的是来自劳德戴尔堡的平面设计师 大卫·博尔 他习惯了横跨佛罗里达半岛的七行 几乎不停歇 我们一路上讨论着在堤坝上看到的奇迹 包括拒绝离开小径的鳄鱼和陷入单调骑行中的险情 最终我们在没有找到那面国旗的情况下返回于盈利 继续我们的骑行 CBC报道 温哥华一家著名的道具屋 Mount Pleasant Furniture正准备搬迁其庞大的收藏 几位视觉艺术家受邀使用这些物品创作出富有想象力的展示作品 这些作品在北温哥华的Griffin Arts Project空间和温哥华Mount Pleasant社区的几个地点展出 展览空间包括一系列从道具屋精选的小家具和装饰品 艺术家们精心布置了这些物品 展览中有一间摆满各种高度古董灯的房间 朝各个方向摆放的镜子墙 古董肖像画墙和宫殿般的客厅布置 道具屋的收藏始于1988年 最初是为Main Street古董店提供仓储服务 后来逐渐演变为专门为影视行业提供租赁的道具屋 早期时候Martin提到 他租赁用于存放许多古董和道具的仓库 被卖给了一位开发商 他可能会将这些收藏搬到临近社区外的新仓库 或者卖给愿意继续租赁给影视制作的买家 展览的共同策展人 温哥华多媒体艺术家 抛网使用无人机和稳定摄像机 拍摄了一部短片 带领观众穿越Mount Pleasant Furniture的两个魔法仓库 展示了温哥华如何逐渐演变为媒体影视制作中心 《环球邮报》报道 霞多利葡萄因其在全球消费者中的日益流行 和在不同气候条件下生产多种风格的能力 以成为世界上种植面积最广的白葡萄品种 澳大利亚亚拉古地博抽离湾子首席酿酒师 Chief Weber曾将霞多利葡萄藤理作杂草 因为它几乎可以在任何地方生长 尼亚加拉国际凉爽气候霞多利庆典的组织者 正借助全球霞多利日2023日来宣传第十四届庆典 鼓励葡萄酒爱好者计划参加7月18日至21日 在尼亚加拉各地举行的各种活动 来自五个国家的47家酒庄将参加各种品酒活动 并在特别午餐和晚餐时 与当地顶级厨师的菜肴一起提供精选葡萄酒 来自加拿大的Blamidon Vineyard和Blue Mountain Vineyard And Salers 与一系列安大省酒庄一起亮相 国际嘉宾包括法国的Domain La Roche南非的Hamilton Russell Vineyard 则意大利等和内兰 伦敦的市酒师Stefan Newman将在7月18日 与White Holt Hotel & Spa举行的 梁爽学校教育研讨会上发表主题演讲 自2011年首次庆祝以来 霞多利捷的遗产不仅仅是葡萄酒之乡的美好时光 他还帮助省内外的酿酒师通过与优质生产者的互动 酿造出更好的葡萄情 GBC报道 加拿大商议院采纳了一套新的规则 旨在加强其独立系 大多数参议员在本月初投票支持这一重大变革 但保守党议员对此表示反对 认为新规则削弱了他们在参议院的地位 并将限制未来保守党政府的权利 这些新规则赋予每个参议院团体更多的权利和发言时间 使得参议院不再仅仅模仿下议院的政府与反对党角色 独立参议员小组的成员皮埃雷特 林盖特表示保守党并没有失去任何权利 只是其他团体也获得了相同的政治工具 参议员斯科特塔纳斯认为这些规则变化是必要的演变 能够更好地促进参议院的生产力和独立性 Telegraph报道音乐投资公司曾被誉为音乐界的颠覆者 但最近却陷入困境 创始人默克·美库里亚迪斯曾表示 歌曲是可以像黄金和石油一样投资和交易的资产 然而Hypgenosis被发现高估了其歌曲目录的价值负债激增 股价从2021年的高点130便是 跌至2023年3月的54便是 新董事会已上任 公司目前正面临出售 可能被美国全球投资基金黑石集团收购 观察人士认为Hypgenosis在购买歌曲时支付了过高的价格 导致财务困境 尽管如此 业内人士仍然认为歌曲具有投资价值 只是不适合以股票市场上市基金的形式存在 奥基Ezira报道 2024年国际板球理事会 ICC男子T20世界杯 将于6月1日至29日在加勒比海和美国举行 共有20支队伍将被分为4个小组 每组5支队伍进行小组赛 每组前两名将晋级超级八强赛 然后通过淘汰赛决出冠军 比赛将在多个场馆举行 包括德克萨斯州的大草原体育场 有约的拿骚县国际板球体育场 和巴巴多斯的肯兴顿椭圆球场等 比赛日程紧凑 涵盖各大州的强队和新兴球队 预计将吸引全球版球迷的广泛关注 《环球邮报》等 Sketech邦分析师 Himantra Govt在一次行业会议后 继续对工业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 REITS保持超配 他指出 尽管2024年老年住房资产类别的收益增长最高 但预计2025年工业REITS的增长将会加速 原因是利息支出将减少 且同类物业净营业收入增长可能加快 工业REITS目前的股值没有溢价 交易价格与REITS行业持平 且调整后的资金运营收益倍数仅有0 5倍的溢价 各者重申对GRT和D和DIR的买入平息 与此同时 RBC全球股票团队更新了其加拿大小盘股信息名单 尽管第二季度整体回报率为负2 但分析师们对未来股价催化剂持乐观态度 推荐了一系列非资源和资源类股票 如外Growth International and Technologies 和Torx Gold Resources等 多伦多星报报道 蒙特利尔警方表示 周二晚上在该市的高原蒙特利尔区一条小巷发生斗殴事件 导致包括一名15岁男孩在内的三人死亡 警方在晚上7点左右接到报警 赶到现场时发现三人被锐气伤害 随后被送往医院 但最终不致受亡 这三起死亡案件是蒙特利尔2024年的第14、15和16起凶杀案 警方尚未逮捕任何嫌疑人 正在通过监控录下和寻找物击者进行调查 警方发言人Jean-Tierre-Broben表示 这起事件让社区感到震惊 警方将尽全力找出凶手 环球邮报报道 日本乐天集团与eBay合作测试美国市场对日本二手时尚商品的需求 尤其是在日元接近三四年低点的情况下 这些商品变得更加便宜 合作于5月8日开始 乐天的二手商品单位ReCube上有七个供应商参与 eBay负责在其网站上列出这些商品 并由乐天合同的供应商负责美国的运输和客户服务 ReCube总经理Kenny Charo Haase-Gawa表示 由于日本用户对奢侈品的精心保养 这些二手商品状态良好 这也赋予了日本二手一定的价值 此次合作正值日本投资和旅游热潮 部分原因是日元贬值使得日本商品相对撇得一天意 Hase-Gawa表示 如果事业成功 目标是将所有ReCube商店和用户与eBay连接起来 eBay表示二手和翻新商品占其商品总量的约40% 全球节俭服装鞋类和配饰的销售在2024年3月同比增长了5倍 eBay计划在美国之后将ReCube的商品扩展到加拿大 澳大利亚 英国和德国等市场 多伦多星报报道 自今年2月以来 国际刑警组织表示 每周都有超过200辆被盗的加拿大车辆在全球各地被发现 由于加拿大皇家骑警决定将加拿大的被盗车辆数据库 与国际刑警组织的数据库整合 这一举措使得总共超过1500辆被盗车辆被识别出来 国际刑警组织的数据库收集了来自137个国家的信息 数据显示 今年以来 加拿大在被盗车辆数量上位居世界前十 加拿大丰富的一席费和跨界车车型吸引了盗贼 这些车辆通常被运往中东和西非国家 在那里被交易或转售 国际刑警组织秘书长尤尔根·斯托克在新闻稿中表示 被盗车辆是跨国有组织犯罪集团的重要收入来源 这些车辆不仅用于贩毒 还作为支付给其他犯罪网络的手段 《环球邮报》报道 温尼泊一名男子承认杀害四名原住民女性的案件正在审理中 检方今天将结束他们的证据陈述 法庭预计将听取其里米·斯基比基寄给一名囚犯的信件内容 这些信件涉及他所面临的指控 斯基比基对2022年杀害瑞贝卡、汤托伊斯、摩根、哈里斯、马赛德斯、米兰和一名身份不明的女秀 称她为水泳女人的一级谋杀指控 表示不认罪 她的律师表示 斯基比基确实杀害了这些女性 但因被判定因精神疾病而不负刑事责任 前方则认为这些杀戮是出于种族动机 斯基比基在无家可归者收容所中列取了这些脆弱的受害者 斯基比基的律师表示 稍后将有一位专家出庭作证 说明斯基比基在杀人时的精神状态 独立报报道 明尼苏达州瀑布事件的搜救工作因暴雨而受阻 一用五天未找到失踪的两名独木舟化生 四人在边界水域荒野的 科尔尘放缩瀑布上被冲下三十英尺 坠入下方的铁湖 两人被救出后送往医院 但四十一岁的杰西梅尔文豪根和四十岁的雷斯梅尔文格拉姆斯 仍然失踪 救援工作因恶劣天气和湍急水流而变得异常困难 盛路易斯县救援队表示 他们的努力因天气恶化而大大减少 预计瀑布的水量会加倍 河流盆地的水位将上升11到23英寸 救援人员在现场扎营 等待天气好转以继续搜索 计划使用遥控操作的水下设备 进行声纳和高分辨率摄像头搜索 失踪的两人是熟悉该地区的钓鱼者 事故发生时其中一人遇险 另一人试图救援 结果双双被冲下瀑布 谢谢您的收看 视力播报的内容是六团队柔氏六团队 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4 靠民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渡好吧 鑫码 缴只须